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下S2的聂席,财将,琉璃,我祝你们这把多跑,这种方面的话,邮差医生,心理前锋,很硬的一套阵头,这套这种面对单刀型监管者的话,非常的硬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医生,比如说这边被抓了, 他如果说能够卡一个比较好的点位的话,三刀,心理局上也不是三刀,唯有抓油拆可能会好一点,知道这种人的话,聂西要赢,感觉得打一波双倒的防守,打一波双倒的防守,或者救不下来的防守,这样的话呢,这个迎面才会有,而且,有医生在,就算双倒了,你去管那个人,医生过来补一补,状态补满, 穷者打一个三刀开门战,也有的打了,所以这把聂西比较累,也不能说聂西一定赢不了,赢的话他节奏好,确实是能赢的,插眼聂西是能赢的,就比较辛苦嘛,那打的刀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球者这边的话,我觉得,他们要征胜其实也蛮难的,因为单一个前锋去保聂西的人,不是特别保得动啊,知道这种,比如说,怎么说呢,医生换成一个祭司,我觉得球者赢面就会高很多,落地步,好的,漂亮,非常的精准啊, 因为有一个祭司战呢,中场的这个点位的牵制力要大大增强,现在的话这个中场的点位,你可能过不去,然后如果有祭司洞呢,直接就从外之位打一个洞进去,那球者这边好用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前锋怎么救人,财匠,这一看这名字,我就觉得他这波救人一定是无伤救,想都不用想,找个地方翻个板子,拉个球, 应该这边下块板子,翻个板子,拉个球过去,要不然的话,这实际上来不及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聂西这边跟跳,来,好,捞,捞下来,nice,呃,没办法,这个能卡半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他过来距离真的太远了,这局的话,这个岛的位置离前锋太远了,能救下来就可以了,能救下来就可以了,不容易了,小伙子,啊, 你要是能够把这个名字改掉呢,我觉得这波可能就是一个无伤救人了, 诶,这边蹲了一手,插眼,找到了,拖一会儿,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诶, 哎,nice不跳,没能跳到,没能跳到,前锋这边双倒的话,看医生要过来把他摸满, 有差帮忙下板子,这波救人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他回身再不撞以后,其实保下了这个心理学家, 理论上面来讲,这波保,哎呦,这边的话刚好被狗子咬到了,差了一点点, 不过这一刀还是要吃,一刀倒地,外面的机子差的不是特别多, 前锋这边的话,看下要不要,谁有博命再来救一波, 你还别说这个局有可能能打成一个四人,四人好像有点难, 前锋球不够多,而且看来是前锋救人,前锋手里面有博命,那有点难, 而且这边的话插眼压到了有差的机子,四人开门战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一笨,漂亮,好的,追一刀,来,死, 也只能直接救了,救完以后,帮忙保一保了, 但这个局三人开门战, 不,不,前锋要吸伤害,没有能跳到, 前锋一小段球,蓄力刀,一刀带走, 一小段球稍微保一保了,拖一拖, 他需要拖,满血有的拖,满血有的拖, 拖起来,撞,哎呀, 挂上这边的邮差,邮差好像起不来, 没有带自己加速,这边插了眼的话, 该起不来,板子一跳,挂上压住的铲铲, 医生卡着救人,前锋得新修一台机子, 前锋翻箱子,他们得重新修一台新机, 理论上面来讲呢,修一台新机, 还是有可能卡死救一锅的, 内锡的话这边要赢,他得去找到前锋, 他去找到前锋,或是找到这边的医生, 逼医生线赶紧救人, 卡半了,救下来, 再来打吧,我觉得这边,因为医生的话呢, 他只要不吃双岛, 没看到,没看到,医生这边刚刚好, 过来偷偷的把人捞下来, 捞下来帮忙扛一刀,这波无伤救人, 扛一刀, nice,医生走, 邮差这边拉掉,相当于打了一个薄命的效果出来, 相当于打了一个薄命的效果出来, 这边追, 追医生, 追医生的话, 这边邮差是去补机子, 然后前锋有一根针, 可以过来再来救一波, 局势上面来讲, 对于全人来讲, 已经是打到最后一波了, 就是他们最后一波救人了, 这波救人如果说能够 押击救人呢, 还有平局的可能性, 但这波如果说被烈西找到了, 直接击倒其中一个的话, 应该是偏向于一个多抓了, 烈西带的是底牌吗, 带的是底牌, 他还有待会儿切技能的可能性, 前锋这边的话, 虽然说有针, 但是他的针还没有用, 找到的是油拆, 二三二一落地, 漂亮, 二挂, 直接切传送, nice, 死抓, 没办法, 他们烈势太大了, 烈势太大了, 怎么说呢, 那波前锋, 最后那波保, 心理学家没有保好, 反而自己吃了一刀, 给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机会点, 然后, 烈西这边也是抓到机会, 带走了这边的邮差, 那也是很可惜啊, 这两位毒奶粉, 没有能够重出庄园, 祝他们下次努力, 感谢大家不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